男人抬头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在他头顶上方 突然出现了上百万只不同种类的飞鸟 它们围成一个巨大的圆圈 不停地在天空中飞舞盘旋 随后无数只飞鸟 铺天盖地地向方舟入口冲去 它们就仿佛受到了某种指引一般 最终有条不紊地落到成牌的木架之上 紧接着一个女人 将卵中的草药倒进锅中点燃 在吹出浓烟后 一旁的男人急忙将一只小鸟 放在烟雾上方来回晃动 随后它们惊喜地发现 那只小鸟已经完全昏睡了过去 接着它们开始全家出动 用点燃的草药 熏晕了所有进入方舟的鸟类 然而它们万万没想到 接下来还有更可怕的动物即将出现 无数只飞虫和爬行类动物 也全都向它们这里蜂拥而来 但奇怪的是 所有动物只有其中的两只 才会受到冥冥之中的召唤来到这里 随后它们如同之前的飞鸟一般 密密麻麻地向方舟的最下面一层涌去 此时距离世界末日只剩下最后七天 其人还在昼夜不停地修建方舟 而诺亚曾经救下的女孩 和她的大儿子沈已经长大 他们在树林中追逐游戏 但由于女孩的腹部受过重伤 自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让不能怀孕的她十分自责和难过 更难过的还有诺亚的二儿子沈 她每天看着哥哥和女孩亲亲我我 但她却没有可以交往的对象 这一度让她的身心饱受摧残 然而就在这天 她在森林中突然看见了两个人类女孩 就在她想要上去一探究竟的时候 没想到一个男人突然冲了出来 但下一秒 男人却被赶来的暴君一抚头杀死 原来暴君已经听说了蔑氏的消息 而他和他的子民也在被清洗的名单之中 直到这时韩才知道 暴君是他的祖父 马是萨拉的仇敌该隐的子孙 而他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夺取诺亚正在修建的末日方舟 面对暴君的威胁 诺亚却没有丝毫恐惧 他说这一切都是造物主的旨意 当大洪水来临之时 世间的所有邪恶都将遭到清洗 但暴君听后却勃然大怒 自从他们的祖先该隐被惩罚后 造物主再也没有聆听过他们的唱诺 为了苟延残喘地活下去 他们也不再听从造物主的指 而且他带来了无数军队 没有人可以反抗他的命令 但诺亚却没有丝毫畏惧 随着他一声令响 原本堆积在地上的石头堆 突然全都站了起来 数十名战斗力爆表的堕天使 此时全部站在了诺亚身后 这让暴君瞬间失去了进攻的底气 面对狂怒的十巨人 暴君只能选择离开 但这件事并没有因此结束 暴君在回到营地后开始炼造钢铁 他要依靠人数和武器的优势 杀死诺亚和所有堕天使夺取末日方舟 然而就在这时 更多受到召唤的动物正在赶来 无数哺乳类动物和荒野巨兽 正成群结队地向末日方舟挺进 他们浩浩荡荡地涌入方舟 至此万物生灵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处 而淹没世界的大洪水也即将到来 此时另一边 暴君正将没用的平民隔绝在炸篮外面 随后杀死大量兵为动物作为食物储存器 夜幕降临之后 诺亚于心不忍地来到暴君的营地 他希望从中找到还心存善良的人带回方舟 但末世之下的人类更加无法无天 肆意抢夺和杀戮已经成为了常态 这里彻底沦为了炼狱 一子儿实在也不是一句空谎 而他脚下的血水已经浸透大地 这正是他在梦中看见的末日场景 诺亚慌不择路地回到方舟 他已经彻底失去了拯救人类的想法 随后让十巨人加快方舟的修建 而诺亚也在这时 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在他们完成拯救万物生灵的任务后 他和他的家人也必须全部接受审判 但妻子听后却觉得十分不公 他们为了造物主的计划尽心尽力 可依旧落得一个如此悲惨的结局 于是他来到圣山找到马士撒拉 希望他能帮家族留下后代 但马士撒拉知道造物主惯用的计量 就算他出手干预 造物主也会用其他办法终止这场闹局 但迫于诺亚妻子的苦苦哀求 马士撒拉最终选择了答应 于是就在这一天 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诺亚瞬间明白大洪水即将到来 他急忙让大儿子和女孩把韩找回来 就在女孩进入树林的时候 突然看见正在寻找江国的马士撒拉 为了完成和诺亚妻子的约定 他把手放在女孩的肚子上 接着动用神力恢复了他的生育能力 然而他们现在还并不知道 一场更加考验人性的危机也就此来想 此事还为了给自己寻找妻子 孤身一人进入了暴君的营地 就在这时 他无意间坠落到了一处山 在这里找到了一个躲避灾难的女孩 接着用一点食物获得了女孩的好感 然而就在这时 随着滴一滴雨水落下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大洪水即将来临 而暴君也在这时率领军队杀向方舟 寒急忙拉着女孩在树林中疯狂逃跑 然而冥冥中早就注定了一切 女孩在逃跑中突然踩到了武兽甲 任凭他们如何用力也打不开 眼看暴君的军队已经发起了进攻 匆忙赶来的诺亚 只能强行带走二 看着刚找到的女友惨死在大军脚下 这也为诺亚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而随着暴君的军队冲向方舟 一场人类和舵天使的战争也即将开始